对于一个行业最接近真相的 或许只有行业里的那些龙头老大 毕竟他们的盘子大 业务遍及全国各地 楼市真正的冷暖 最清楚的就是他们 但是也是因为企业越来越大 大佬们对外公开的发言 也就越来越少 或者说越来越保守 但一些内部会议的直言片语 或许能够折射一二 也可以帮助大家增加一些 对于行业的思考 2022年1月 郁亮在万科年终大会上 有一次内部发言 首先 郁亮说 2022年 是集团破釜沉舟 被水一战的一年 也是地产行业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为此 万科还给这个全新的时代 起了一个名字 叫黑铁时代 从黄金到白银 再直接跳到黑铁 万科再一次定义了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 三个阶段 不幸的是 对于房地产来说 万科始终扮演着 乌鸦嘴一般的抉择 这个行业确实是 每况愈下 一年不如一年 看看郁亮近年来 关于房地产的发生 2014年 房地产从黄金时代 进入白银时代 当时 郁亮表示 行业的游戏规则 正在变化 从增量到存量 从平衡到分化 但白银时代 也是美好的 毕竟不是 青铜黑铁时代 在其他房企巨头 趁着棚改东风 大举扩张进入三四线城市时 万科没有跟进 而是调整战略 从而躲过了一劫 2018年 郁亮表示要拘安思维 喊出活下去的口号 那时 楼市调控 已经收紧 但是限价和摇号 未能阻挡买房人的热情 各大房企 还在用高周转 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切看起来 依旧欣欣向荣 所以 万科这个活下去的口号 被很多人认为 是哗众取宠 谁也没想到 从此以后 房地产形势 陡然严峻 如今 前有恒大 后面还跟着一堆难兄难弟 为活着发愁 那么 何谓黑铁时代 郁亮也给出了解释 第一个特征是 行业进入缩表出清阶段 对房地产业来说 缩表出清 就是去金融化 政策不允许房地产 占用过多金融资源 居民也很难 再提高债务负担 去金融化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也是痛苦的过程 郁亮打了个比喻 就好比 刚开始给吃糖 感觉很好 但吃多之后 堆积脂肪 等到借糖的时候 就会很痛苦 这个时候 已经严重依赖 没有糖吃 就会萎靡不振 其实 郁亮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说难听点 就是借毒瘾 另一个特征 就是今年 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 行业新发展模式 新发展模式 就一个中心点 那就是 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 像这个中心点 从三个方面来实行 分别是房住不炒 租购并举 人地房的匹配 房住不炒这些年 一直在提 相信不用过多解释 而租购并举 对租赁住房 固然是机会 但也意味着 刚需购房者 可以在租和购之间 做选择 会分流买房子的需求 三是 人地房之间的匹配关系 可能改变 以前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 和人口的分布 是不匹配的 人口流入的城市供应 普遍不够 地与房之间的关系 也不匹配 比如深圳 过往只有大约20%左右的 住宅用地指标 这个比例 是非常失衡的 在新发展模式中 人地房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有所改善 主要城市的住房供应会增加 面向黑铁时代 郁亮提出 2022年 是集团背水一战的一年 如何理解 背水一战 就是 要么死要么活 没有中间状态 有人问 万科是在故意唱空吗 作为行业的带头大哥 肯定不会希望 这个行业越来越差 自己的蛋糕 也越来越小 但会哭的孩子 有奶喝 这个时候 万科定调黑铁时代 一方面 肯定有卖惨的成分 另一方面 也是向企业员工 表达自己的态度 尤其是这个行业 都在面临 薪资调整和人员架构的 重大转变 郁亮这个发言的重点在于 先给出一个合理性 给上上下下 打一剂预防针 郁亮表示 行业都到了黑铁时代 我们的薪酬体系 还能锚定在黄金时代吗 所以 今年大家的收入 肯定是大幅下调 郁亮又说 助理给我订机票的时候 是不会买头等舱的 如果有时间接近的航班 也会哪班便宜买哪班 意思很简单 连一把手 都不做头等舱了 其他人还能坐吗 还能住 五星级酒店吗 同时 万科高薪的高管 也被郁亮动了奶酪 要全部下沉 比如集团的 首席客户官 从此前的65人 精减到14人 多出来的51人 被分解到了其他部门 由摄入减难 这是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 郁亮是想让手下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郁亮说了这么多 难道万科的资金链 也出问题了吗 大概率不是 看看万科背后的大股东 也就能明白了 主要是因为这两年 地产的钱 确实不如之前好赚 就连万科 也是一样 数据显示 2021年 万科累计实现 合同销售金额 6277.8亿元 同比2020年的 7041.5亿元 下降10.8% 这也是万科首次出现 销售额负增长 同时 万科也未能完成 内部定下的 7910销售目标 完成率 甚至不足八成 这在万科历史上 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此前的2月8日 万科还公布了 1月份的销售数据 2022年1月 万科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210.6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 356亿元 同比分别减少了 47.17% 50.19% 据此推算 万科单月销售均价 每平约1.69万元 同比下降 约5.72% 悄悄降价 但依然救不了 销售下滑的颓势 形势如此不乐观 也难怪预量说 2022年 是集团背水一战的一年 预量之后 还有一位大佬 也发了话 那就是 恒大的许家印 2月6日 中国恒大举行了 2022年保交楼 新年开工动员大会 许家印透露 恒大2022年保交楼任务 约7000万平方米 60万套 并表示 任何时候 都不能销卖公司资产 不能依靠销卖资产 去还债务 否则资产销卖完了 也很难还清债务 许家印在 动员大会上的亮相 似乎是对春节前传言 他失去恒大主导权的一种辟谣 表明 他仍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同时 也表达了 恒大保交付 以及资产处置的主观态度 但是 只要稍微算算账 就可以发现 这些表态 可能只是许家印的一厢情愿而已 从许家印透露的情况来看 2022年 需要保交付的面积 7000万平方米 大约占 需要保交付面积的 50%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恒大目前已预售 而未交付的总面积 大约还有 1.4亿平方米 以恒大目前的预售监管资金 500多亿 销售未回款为 800多亿计算 恒大未来可用于保交付的 可预期建设资金 共约1300多亿元 这也就意味着 恒大未来可用于保交付的资金 平均每平方米 不到1000元 至于恒大已经预售的 每个项目建设进度如何 还需要多少后续资金 尚不清楚 但是很显然 每平方米的 可用资金低于1000元 是很难完成安建 并达到入住条件的 恒大之所以预售出去了 1.4亿平米的房子 而只剩下了 约1300亿元的可用资金 连完成土建都成问题 说明恒大之前 已将不少资金 投入了买地 和多元化之中 以这么少的可用资金 来承担这么大的 显然不可能完成的 建设交付任务 那么 后续缺口资金 如何而来 除外部住之外 目前看 也就三种方法 股东追加资金 预售新房 筹集资金 变现部分资产 来换取现金 第一 就股东 追加资金而言 即使恒大最大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许家印 将个人名下资产 全部变现来投入保交楼 显然没有千亿级的资金量 也是不够的 许家印能拿出的钱 对于庞大的保交楼 所需资金而言 也是杯水车薪而已 而其他股东 作为投资人 还会把钱 投入这个黑洞吗 答案显而易见 第二 预售新房源 实际上也不可行 目前 恒大的市场信用 已经归零 依靠向产业链上下游设账 开展新房源 预售来筹资的做法 显然已经行不同了 第三 变现部分资产 来保交楼 显然也是个 不靠谱的事情 恒大之前 已将部分容易变现的资产 卖掉了 而目前尚未变现的资产 应该都是 流动性较差的资产 在目前的市况下 即使贱卖 也很难售出 也许 就像某知情人士所说 许家印的作用 已经很弱了 现在集团 所有涉及资金的事情 都是对接到工作组 他没权支配资金 一切都要等到债务清典完 做出偿债方案 处置资产时 才有他参与的地方 所以 许家印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喊口号 更多的 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而已 他每一切都要不处 都要保护了 他们到没有 不处 再来 给下